为了推广花莲在地的有机农产品 县政府特别和市农会合作举办了有机食材便当竞赛 县长徐正位18号特别前往荣获有机食材便当竞赛 第一名的名师傅餐厅来进行挂牌 县长欢迎消费者选购有机便当 享用低热量小负担的健康餐点 可以吃的美味又平衡 为了推广花莲在地有机农的产品 县府积极鼓励在地便当业者开发有机食材便当 今年度西所花莲市农会办理有机食材便当竞赛 县长徐正位表示 花莲有机农业面积居全台之冠 今年2月县府成立有机农业办公室 取消有机生产面积每年成长10% 把花莲打造成为有机的首都 将花莲天然优质农质产品推荐给全国的消费者 今年2月份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有机农业办公室 也就是希望将花莲的好山好水 以及我们的好荣物能够推荐给大家 尤其是我们的有机 从每一年我们要增加10% 而花莲我们也试愿 要成为台湾的有机首都 那在7月份的时候 我们为了加大我们的权限来看重 使用我们有机食材的能量 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全有机食材的变当比赛 餐盒比赛 而今天呢 由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明师傅 明师傅在这项比赛里面他是荣获冠军 而我相信在这个有机食材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而且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实贵 大家都可以用得起 从今天开始到11月30号为止 这个买我们的有机便当参加了比赛的这个便当业者 都会有100块的我们有机便当 而这个每买10个平8票 我们都可以到我们的市农会 来兑换我们的有机便当盒 还有我们的保盆袋 那另外呢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有机便当的旅游地图 购买地图 还有现在我们的这个农村体验小旅行 部落体验小旅行 还有很多的观光过程都可以集合进来 我相信大家一起来守护花莲这块环境 环境政府与花莲市农会城市邀请 乡亲响应有机农业 永续经营友商环境政策 即日起到11月30号为止 凡与上述店家购买有机食材便当10个 即可凭订购发票 到花莲市农会花莲超市兑换 有机食材便当保鲜盒 提搭一组数量有限送往为止 记得join 花莲会到